中共地下党员梁文泉接受上级指令 取道分明 准备赶赴腾冲执行秘密使命 小冬你看见他了 你这是他 是真实话 是真实话 文武和尚 大爷您来了 您可有些人怎么没关过我这儿啊 我这不是来了吗 快过来过来 你真是太多了 不许 ない 竹槽 哎呀 哎人呢 我确定是往这边跑了 小冬 你怎么会在这 来不及些事了 小冬你记住 今天晚上失礼 在前面那个咖啡馆 等我 我会来的 等我 这照片照得真不错 这是不错 是啊 师父 能写这种胶卷吗 可以 师父带里边 老师 对不起 我来晚了 组织上 让你去执行一下秘密任务 什么任务 回腾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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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组织上准备派你回腾冲 去查清多点 经由腾冲走私 无杀的秘密通道 无杀 无杀是一种稀有金属 用于制造武器 是重要的战略物资 也就是说 让我回腾冲 查清日军掠斗 无杀的渠道 政府内部 纷争内斗 难以自杀 从国民政府 对日冲战前 就一直通过腾冲 再走死 然自杀 未来 乗尔 尤尔 尤尔 女尔 你 尤尔 将尔寺 尤尔 尴尔 尔尔 尔尔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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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歡你的博士 我叫你 是 池田君是東京帝大経済学部的優等生 我似乎是学友 是 博士殿 博士殿 中有些人 是 要先 李柴瓶的戦略 是 是 他在做 這個人叫郭成仁 是軍統派出在博民政府資源委員會的探員 一年以前他繞到印度 來往於緬甸和騰蟲之間 他掌握了這個區域 無殺走私的情況 而且 還掌握了昆明和崇敬的高官 參與無殺走私的人員名單 関係要人的把握 朝國政府 朝和地方的國家 有很多協助者 賠償為賠償 賠償為賠償 無視地走 博士殿 他們也在 他們也在 宇都民奈子 地上 向大陸 發出 這次 有多個 的士奈兵人 都死了 博士殿 我父母三天前从同中起身 那昆明找我 你们当初是约好的吗 我跟他们失去了联系 老师 能不能找人帮我在昆明 打听下我父母的行踪 我马上派人 在昆明寻找殿的父母 谢谢老师 梁先生 您回来了 您看 你有没有时间 我向您汇报一下社里的工作 我约了个人 一会儿的出去一下 这样 社里的事情 回来再说 这里面有你此行的目的和任务 考虑到你是同中人 拥有王伟商社的背景当掩护 工作起来比较方便 工作起来比较方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了 长官 长官 我是个正当商人 我刚到昆明 莫名其妙被抓 你们凭什么对我烂尸私刑 我就料到你会以功为首的 正当商人 上海总力社的汉奸也算是正当商人吗 你搞错了我跟总力社无关 上海来的就是总力社吗 这是什么 拍着玩儿 正经商人用这个吗 我们都是同行 你们总力社干什么勾当的 你比我更清楚 说 叫什么名字 你知道据捕令上不是写得清清楚楚吗 我问你叫什么名字 温泉 我不能再等你了 我必须要回腾虫 我很久没有爸爸的消息了 我担心我爸爸 李娜 杨先生来了吗 我们不等了 回去吧 他不会来了 时间不早了 我明天还要赶回腾虫去 腾虫现在打仗挺危险的 那我也要回去 回到我爸爸身边 走吧 都跟上啊 邹小姐 你小心点 妈说 我们能不能再快一点 现在已经是最快了 报告长官 文贵有个姓周的先生要见您 不见 长官 他说他是共产党 在昆明的最高代表 一定要见您 这位先生 我们高长官有请 请 喝水 河水 铁毛先生 你胆够大的 你跑到我这地方来 就不怕近带来出不去吗 高长官既然这么念旧 想必不会这么小气吧 还记得十二年前那个晚上吗 那一次你差点要了我的命 看来我们彼此都印象深刻呀 那这一次 你冒这么大的风险 从地下跑到地上来 一定是有所为吧 我今天找你来 是请求你放人的 放人 放什么人 昨天晚上 你的人误抓了我们一名地下特工 抓的是你们的人 走 走 走 干什么 走 他到昆明来 是要去腾冲 执行一项秘密的任务 什么秘密人物 对不起 这是机密 不能泄露 是啊 是 铁毛先生的为人我是清楚的 而且必然非常钦佩 但是我也不能因为你的直言片语 就把我们认为的汪伟汉奸给放走吧 展官 你们不说要送我回家吗 你们真是要干什么呀 展官 展官 我还有二十多个金铁 我都给你们 你们饶了我吧 展官 饶了我 再叫我打鸟 展官 我上一个老夏游小 我不想死啊 展官 展官 再叫我现在就请逼你 不必了吧 行了 报名顶替 蛮天过海 高展官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你是要利用这三个人的身份 到腾冲去执行一项秘密任务 现在真是牵出铁毛的性格来了 那么 可否能告诉我这次秘密任务的具体内容啊 这是我们的秘密 我不能告诉你吧 你是共产党 又是昆明总力社的老板 聪明 真的是很聪明 借着汪伟集团的旗号来给你们共产党敛财 梁文泉 祖籍云南腾冲 民国三年出生 二十八岁 其父梁耕飞 腾冲巨伤 家道殷实 一九三八年入读北平大学 一九四零年加入汪伟集团 温泉 在家中独自 自幼不负管教 也算是不孝子 后来与家父翻脸绝情 去外面的世界寻找光明 所幸得于无数粮食已有 有庆幸找到人生的正确方向 树立了重铸灵魂之精神信仰 遗憾 开枪吧 高长官 你真的以为你的人能够冒充梁文泉吗 即使他们到了腾冲 日本人一定会详细地了解他的确切资料 你不要忘了 梁文泉本身就是腾冲人 准备执行 你失踪的这几点 我心里非常担心 怕我说出真相吗 这个时间 我从来没有担心 你知道 我不敢说出真相 因为我是这场屠杀的第一罪人 我只要求你们抓住郭城仁 从他手里拿出那些资料而已 是你们也可以杀他 可为什么 你们来杀无辜啊 没有为什么 这些战警 战警终会有疑问 撒谎 你们是蓄意屠杀 你们是蓄意屠杀 如果没有你的情报 没有你小小养的带路 我一个人也写不了 好了 罗先生 不要心情 不要激动 对心情不好 我想好了 我从现在开始 不再为你们敬言无杀了 我 和你说清楚 我是不做任何事情了 从此以后 我们一刀两断 我们清账吧 为什么 你问我为什么 我做了大孽 我做了大孽 将近三百个冤魂啊 我知道 我已经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可是我帮你再走下去了 我觉得 你一定会好 你是在威胁我吗 不 我不喜欢威胁 虽然我有这个权利 我只是觉得 刚才的话 你完全可以 忘记的 罗先生 我因为 你自己也不会不考虑 你几十年积累下来的财富 还有 你在腾青城里面的地位 名誉 更重要的是 你有两个女儿 你搞错了 我只有一个女儿 不 我没有手车 灯青城里最漂亮的 揣脸分小的 她也是你的女儿 这件事情 对所有人来讲是秘密 可是对我来说 是是是 本日可以 我也是 Mai 下团 下团 后 下团 罗先生 罗小冬他不在昆明 他在回等穷的路上 罗先生 帝国的欧瞎需要你的帮助 从现在开始 还需要你更多的帮助 忘掉刚才薄玉块的事情 你不会失去什么 你会得到更多的东西 想一想你的两个女儿 你今天所有的选择 会指定他们今后的命运 和他们的安全 吕万 你知道这次很危险 也许不会活着回来 尽管如此我们也要干 因为这关系到抗战的士气 是 好 拍了啊 放松 对 自服一点 收一点下额 微笑 对 多漂亮的大学生啊 看这儿了 好了 拍了 好 再来一张 老师 我帮你了 你这么说来了吗 来了吗 在哪儿 不就在你眼前吗 文娟 我给你介绍一下 葛林小姐 她是野进专业毕业的高材生 跟随西南联大来到昆明 去腾中 就由她担任你的助手 梁先生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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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和您一起执行任务 我真是太高兴了 老师 你过来我给你说的事 您为什么要让梁文泉 参加我们的行动效素 因为她是腾中人 像她这种身份 你们到了腾中去以后 无论如何都是替代不了的 而且她常年 跟汪伟的人打交道 她的高层赏识她 这次专门派她到腾中去 我想 有了她 你们做事会安全很大 因为到了腾中去以后 日本人会一一核查 你们每一个人 只有她才能帮助你们 北正明白了 老师 这次行动既危险又复杂 我就要对付日本人 还要对付国民党 对付隐藏的奸细 你现在给我安排一个 什么都不懂的学生当助手 她应付不了那么复杂的形式 会给任务带来危险 我可坚决不同意 梁先生 我一定积极配合您的工作 危险我已置之度外 请您给我这次机会 相信我 我一定会完成任务的 文全 组织上所以安排她 做你的助手 不光是说 她有冶金方面的专业知识 更重要的 她在大学里学过 受发报的 无线电技术 这一点 也是我们所重点考虑的因素 在昆明我们了解的 可靠人员里面 恐怕还真没有 比她更合适的人选了 那你对无纱到底了解多少 梁社长 依我看是这样 如果是回答提问 两句话就能说明白 可这样做 实在是没有意义 而且您需要的是 专业性帮助 到了唐冲 可以帮您解决难题的 只有我 虽然您是一位优秀的特工 但是想迅速搞懂无纱 也绝无可能 好吧 回去 等命令 准备吧 那 您 您是同意了 多带这儿衣服 高丽工审下了 是 梁社长 周老师 那我回去准备了 好 去吧 关于你父母 我们现在已经证实 他们确实离开了藤处 但是 目前下落不明 一有消息 我马上通知你 好的 老师 那我先回去了 好 你都保证 小心啊 不敲门啊 好像这是我的地盘吧 证件做好了 我看看 挺消耀啊 挺专业啊 来来来 谢谢 这几年你在总理社 替你们党 连了不少财吧 都是为了抗日嘛 那好 这事就这么定下来了 我是原昆明总理社的经理 现任腾冲总理社的副社长 你呢 是上海派下来的真正的老板 腾冲总理社的社长 李副社长 既然如此 以后所有设计商社的事情 请听我安排 你在给我要权是不是 听清楚了 我是小组的最高长官 所有的事情 由我决定 李副社长 我会全力配合 刺杀小组的工作 但总理社要做生意 在这一点上 李长官 你心有余力不足吧 生意是伪装 刺杀才是正经事 这个你要搞清楚 行 这我不和你证 但伪装必须听我的安排 为什么 难道你擅长伪装 我不用擅长 做好生意就是最好的伪装 强词夺理 不予批准 你的人还来不来了 就快来了 不会是害怕不敢来了吧 怎么说话呢 什么叫害怕呀 是那个吗 你不和你 老爷 您就吃一点吧 先撤了吧 好了 楼先生 忘记刚才学的话吧 回家去吧 女儿需要父亲 爸爸 爸爸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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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怎么回来了 爸爸呢 在 在里边呢 小姐 慢点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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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个 爸爸 小姐 你怎么回来了 你回来干什么 我担心爸爸 我们一起走 爸爸 傻孩子 孩子 爸爸 不是挺好的吗 你回来干什么 来 孩子 孩子 爸爸 爸爸的话 你还是赶紧回昆明去吧 我们一起走 爸爸 非常坚持 小姐 他在那里 是几个人 我学习 你怎么回来 你还不成功 在里面 你也不成功 跟上去 你怎么回来 那儿 就要 你自己 你们 愿意 并没有中断 日本人还是允许我们继续做生意的 你看看 现在很多商家都没走 你段伯伯就没走啊 我不管别人 就你这么一个亲人了 我们一起回昆明 好吗 我们是中国人 不能在日本人占领的地方做生意 日本人残暴成性 他们刚刚在历柴巴 杀了两百多个无辜百姓 爸爸 昆明好歹也是国统区 你一样可以在那做生意的 如果昆明不安全 我们 我们就出国 我们去英国找姑妈 总之不能留在腾冲 英国 英国不能去 现在英国人 也正在和德国人打仗 现在哪还有安全的地方 孩子 好在你爸爸 在腾冲还有点名望 现在日本人也希望拉拢一些地方的知名人士 所以他们不会对我怎么样的 你放心 反而让我担心的是你啊 孩子 现在兵荒马乱 你说你一个大姑娘 是太不安全了 所以啊 孩子还听爸爸话 还是赶快回昆明吧 明天我就派人把你送回去好不好 爸爸 我们一起走 你不走我就不走 你怎么这么不听话的 从小就这么任性 孩子 孩子 你得理解爸爸 爸爸吃多大苦 遭多大的罪 我都能忍受 我就希望自己的女儿能平平安安 好孩子 听爸爸一句话吧 回昆明 好吗 来 给我拿富豪快来 好 慢点 倒杯水来 是 能不能慢点儿孩子 能不能慢点儿孩子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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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不高兴了 你在想什么 复生 齐恬 难道带一本航军的齐恬小酒 不比那个响眼复生 更加体面吗 对不起 齐恬君 我累了 你给他走 少佐殿 大東建筑图 我发现了 六亿亚太 明天一晚 幼稚 你会回来 你带来 这天真凉啊 老景 有酒 没有啊 喝我的吧 谢了啊 隔离 我们这次的任务特别复杂 只要协助这些国民党政府特工完成刺杀任务 也要同时开展我们自己的调查 了解日本掠斗无杀矿的渠道和基地 还要调查国民政府高层一些出卖国家利益 勾结日靠 屠杀百姓的罪行 虽然现在我们在一起共同执行任务 但是千万不能放纵警惕 我知道了 老大 你说这葛小姐 是不是姓梁的相好了啊 别胡说八道 大哥 我觉得 你对那个女的不错啊 是不是跟上人家了 你再说 我是看着她可怜 哎呦呦呦啊 你说他们怎么想的 让一个女孩子 执行这么危险的任务 我告诉你 他们这是典型的 缺乏人才 谢谢 谢谢 哎 梁先生 你不觉得 锦波刀挺怪吗 既不爱说话 也不爱笑 我听李文路上跟我说 锦波刀是他手下一位勇猛的战士 就咱要喝酒 有一次酒后闹事 严重违反军纪 受到军纪的严肃处理 是李文提议 让他戴罪立功 参加行动的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爸 你来了 你怎么翻这些干啥呀 四年多都没有联系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